在北京,有居民星期五在菲律宾驻华使馆外举行小规模的抗议 他们指责菲律宾的政府在黄岩岛问题上挑起了领海争端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菲律宾驻华使馆外的抗议民众指责菲律宾政府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现场始终有中国变异警察维持秩序 不过,警方允许抗议者高举标语 在现场报道的记者被限制在使馆门外的马路对面 有些抗议者对记者表示 抗议我们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 不可能维护,不可能我们的领土让他们外国人来探索 相信黄岩岛确实是我们中国人固有的领土 不希望他们的政府在里面在小区 中国官方媒体最近播放了中国海军舰支 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游异的画面 以此展示中国对该地区拥有主权 此外,随着中非两国领海争议的持续发酵 大多数中国旅行社最近暂停了组团赴菲律宾的计划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